池上香农会推动休闲产业发展 搭着金城武术的风潮 希望来到台东池上的旅人 除了棺树赏田之外 有另外更丰收的体验 金城武术周边的产业特色 更是值得游客放慢脚步深度参与 像我们在从台中过来 我们台中那边都是都市都是大楼 那这边几乎看不到大楼 我就觉得这边真的是一个 很值得保存的地方 然后很值得来度假 甚至我好喜欢这里 也可以来这边生活也不错 来到老奶奶的芭乐园 芭乐阿嬷和女儿用心生根的芭乐园区 以无毒方式手工植栽 把这里的香水芭乐和珍珠芭乐 照顾的蔓原芳香 孝顺的女儿说 因为无毒 所以芭乐阿嬷的身体越来越健康 以前的方法好像问题比较多 现在这样做起来 没有什么感觉怎么样 竟然我们的芭乐园 是闻到芭乐香的味道 没有农药的味道 以前在床里面 比较可爽 如果人也比较不舒服 我现在用这个都没问题 去北南西流开凿灌溉池上毫米的池上寸 这里的水车应用自然坡度落差运转 现在不只是池上毫米的水源 更是来到池上游走田间 确保安全的光电来源 你去利用这个水的能源做发电 发电的时候 这个电就是电力 会把这一条水锅旁边 差不多将近三公里长 作为夜间散步的一个步道 如果说池上香金黄色的大片稻田 是池上农人和旅人结交为友的平台 那么认识池上的人情味 由池上香农会辅导支持的 稻米原香馆 就能看见池上人取之于土地 应用到生活上的创意 一个对外的一个窗口 那如果是游客他想要来这边 比如说他们要骑单车 他们要看到田 他们要有一些DIY的活动 然后他打电话来 那我们就会非常客制化的 帮他安排 一半天的行程 或者是两天一夜的行程 农民的智慧在结石累累的柚子树上 可以看见调节产期的经验 用拉长的钳子 剪下冬天收成的秘柚 这一刻让人感受丰收的喜悦 那采收期现在盛产期都价格会跌 所以我就把它信念 延迟到12月才采收 那到没有想到我这样的经营的时候 那时候它更香 那个火开来吃的时候更香甜 所以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收获 池上田间的周边体验活动 越来越贴近民众的生活 像是秋菊手工造方的串造 把造砖分割成造块再切成造粒 让游客自己动手组合好画 就可以像玩积木学雕刻一样 做出精巧又别致的芬芳纪念品 也就是说这个产品让客人带回去 它不管是它像这个串造 它早期用来观赏 闻香 又或者它最后 因为它是天然的东西 它到了期限 你也不得不拿来洗澡 同样是DIY 稻米收割后的稻草 在导览解说员的手上 不到半小时就能变出一把 可以打到点的按摩棒 最底下一片叶子弄掉 这样子收起整把 整把的收到开始制作 制作这样子就可以完成了 这样就是一个很好的按摩棒 像我们坐办公室的 整天坐在办公室里面 一天八个小时 那其实血液循环就不好 有时候什么五十肩 还是就是背后都会酸痛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天然的 那我们打起来 里面它可以放有那个香茅 还有我们的稻草 所以闻起来很香 很自然的味道 有农村 农田 稻田的香味 那我觉得吹打起来 也特别的舒服 推广池上之美 农会期待 除了自然的景色外 游客能亲临参与周边产业的 特色活动 稻米的这样子的一个 休闲产业的部分 能够玩什么 能够吃什么 也能够给游客带些什么 我们也一直在这边来做这样子的一个盘点 那我们最近呢 跟这个休闲农业区也好 我们的社区也好 也达成这样子的一个共识 他们也非常的这样子的一个配合跟用心 来做这样子的一个产业 能够跟我们稻米来做相结合 来池上风而易吹 到海波动 来池上金城武术走一趟 再逛逛池上农人的家 让记忆不只是停留在眼前的倒海 还有池上人浓浓的热情 我还是头发了嘛 在aurais上身弹完 好 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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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